HELLO 大家好,我是Henry Sow,Under Armour 代言人及主教練 TRX Advanced Team Trainer和Matrix Master Trainer 今次跟大家分享的動作 這個動作是每個人都會做的,在健身 這個動作就是Squat 有幾點要注意的,你的腳是一定要大約shoulder width or more apart 當你現在站在紙上,你想撕爛紙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當你想撕爛紙的時候 你其實已經開啟了你的肌肉 Squat是用這裡做,不是用背後做的 你的雙手插紙,背脊直 也可以使用上肌肉 記住不用太低,我建議大家是大約90度 90度就可以了 記住持住,抹開 撕紙,當你有一張紙在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你的濕頭骨不會是in 記得濕頭骨要out 八字腳有一點都OK 手按緊,你的肌肉就會engage 背脊直 大家看到當我做這個basic squat的時候 我整個身體都是engaged 我不是做來impress任何人 所以不用做得太快 你做給自己的 所以你做basic做得好 你現在才可以做一個power的動作 當你做power的時候 我的suggestion,我建議就是 當你向上的時候,你的手都會上來 還有記住,當你推的時候 ankle, knee, hip,是會成一直線的 這個叫做extension 基本的先 因為你要set up好你的動作 之後的power 下回來 記住是要soft landing 你不想做完幾次之後 這裡雙,那裡雙 一定要有soft landing 再來一次 你做了幾次之後 那你做了幾次之後 厲害了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的時候 不停了 做幾次 continuous 那記住 23點 當你跳起的時候 是成一直線的 手 向上 整個人是全直的 當你下的時候 整個身 都是engaged 用力的 做好一點 higher quality 做大約 五下 三次 那就已經很足夠了 希望這個tips 可以幫到大家 做到一個好的squad basic power extra power 好像 現在才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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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